統一企業日前才收購雅虎台灣電商80%的股權 昨天再度投下了震撼彈 宣布將參與老牌電商PC Home 網路家庭私募 如果交易成功的話 未來可能會成為持股30%的大股東 並取得兩席董事 有專家指出 統一企業認供PC Home 股份之後 將有助於線上還有線下的整合 創造新的銷售版圖 打開網頁電子產品應有盡有 許多民眾要買3C產品 會選擇到PC Home 挑選下單 不過這個老牌電商品牌近年來營運衰退 傳出董事長詹洪志為了尋找買家不斷奔走 如今有了新轉機 同一企業宣布將參與私募案 可能入股成為大股東 事實上同一企業今年8月才收購雅虎台灣電商80%股權 23日再度大動作宣布 將參與老牌電商PC Home 網路家庭的私募普通股案 如果交易成功的話 將持有PC Home 全數發行股份的30% 並取得兩席董事 成為PC Home 最大股東 預計在12月19號 PC Home 的股東零食會上決議 同一它比較強的就是它有6000多家的私底店面 為了它跟PC Home 結合以後它可以引量自駕 電腦上面可能會更便宜 搞不好我在身份也可以買得到筆電 線上跟線下的結合我覺得 對他們的營收一定有相當大的助益 有專家分析 縱觀電商圈 PC Home 在電子產品上握有強勢地位 還曾被蘋果選為全台唯一的iPhone全系列授權經銷商 而同一企業不僅是台灣食品餐飲龍頭 也擁有最多實體通路 而同一也發聲明表示 看好未來電子商務的發展態勢 將持續進行相關投資 專家更指出同一企業認購PC Home 股份後 將有助於線上和線下的整合 對兩方來說是雙贏 就看未來搜索版圖該如何發展 這次李宇宙圈黃作品台北報導